第一個,我們其實就是先抓一個 這個範本在雲端上也有 就是Wiz到EndWiz 裡面其實就用了一個物件 所以一直強調這個物件 這個叫 QueryTables 這個 QueryTables 這個物件其實我是覺得相當好用 因為它好處是說 只要像CSV 前面我們用蠻多CSV用它 只要網頁裡面是 Table Table表格一定是小於符號 後面是 Table的話 那通通可以用它來抓 這個等於是基本上這個我覺得好處蠻多的 第一個它程式很簡短 第二個它執行效率也不差 而且說真的也還蠻好操作的 但是它有很多局限是真的 比如說我剛剛講 它如果是DIV 那很抱歉就不行了 不過如果它DIV不行 其實我還有一個想法 其實如果你把DIV取代成 Table 其實也可以來抓 反正方法很多啦 我是覺得 其他如果說 QueryTables不行的話 那可能就是要用比較稍微難一點的物件 其中的話包含就像剛剛提過的 XML HTV物件 它就是變成比較需要做很多事情 才會辦法把資料抓下來 或者是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直接呼叫那個瀏覽器 把瀏覽器整個把它變成一個物件 然後利用瀏覽器去幫我讀資料 讀那個網頁 讀到之後把網頁裡面的資料再丟回來 Excel也是可以的 只是說這個方法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要呼叫那個瀏覽器 你要把它變成一個物件 會需要很大的記憶體啦 所以很大的記憶體的話 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跑得會比較慢啦 因為你要整個把它塞到記憶體裡面去 然後再去操作它 去幫你把那個網站裡面的東西撈回來 那當然相對的話 會比較... 第一個就是說浪費比較好記憶體啦 第二個的話呢 它執行效率也沒有像這種 QueryTables 就比較什麼 比較精簡 OK 然後程式的複雜度也比較高 那同樣的啦 都會用到就是 像那個標籤有沒有 所以我一直強調HTML標籤這個啊 當然你不一定要完完全全 每個都非常非常熟悉 但至少你要是懂的啦 不然的話 將來你看到一堆標籤就頭痛了 因為這什麼東西我不懂 那當然你就沒有辦法去 爬到你要的東西 至少你要知道你要爬的 資料它是放在什麼標籤裡面 它才有辦法幫你把它抓回來 否則就會有些限制哦 那這個限制的話呢 我是建議各位有時間的話啦 不妨可以再稍微看一下那個 我前面提供給各位的這個有沒有 這個有個電子書嘛 至少你要把這個HTML基礎 你就不要說很熟 但至少你要看一下吧 它裡面該知道的都知道一下 這等於有點像 現在叫CommonSense啦 有沒有就常識性的 有沒有像現在好像大家網頁其實用的非常普遍 到處都網頁嘛 所有東西都放在網頁上 那你說老師 可是手機手機現在不是跟各位講啦 很多App其實背後也是網頁啦 只是它包裝起來讓你看不出來它是一個網頁 它也是一個網頁 所以背後 所以以後要爬資料啦 很多時候都會跟這個有點關聯性 所以這個變成我覺得還是應該要知道的一些相關資料 其中的話 像這個標籤的結構 還有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標籤 那標籤後面可能有類別 你們可能要大概知道一下 那這個類別將來也可以去把它爬回來 有沒有哪一些標籤 等於是這個 還有就放圖啦有沒有 放圖的話就是IMG 後面的話SRC就是它的來源 Source的縮寫 然後它的路徑 有沒有像放圖 比如說你想要把一個網頁裡面所有圖都爬下來存檔的話 其實也會遇到這種問題 OK 你要知道圖放在哪裡 你才能把它存檔起來 那其他這些也許請各位自己再去把它了解一下 或者說你假設你覺得還不夠 你自己還可以去坊間書籍 現在滿多相關的網頁 其實它的書名大概就HTML 然後後面可能有一個版本 最新版本就5啦 所以HTML5 然後加CSS 版本是3 然後再加JavaScript OK 大概就是這三個 就是網頁的技術 大概就是這三個把它混在一起 所以這還滿普遍的啦 OK 那上個星期的話 我們其實直接利用Creditable 那這個Creditable的程式其實怎麼來 像這一段範本我有講過 其實我是利用錄製聚集而來的 那是利用Excel的2010的版本錄下來的 那現在最新的Excel 2016、2019以後的 他就不用Creditable了 他用另外一個物件叫Credit物件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你不用新的 其實我發現新的反而不好用 說真的 因為它的流程變得比較複雜 它那個Credit物件 它變成說 像我們是直接抓就直接放在Excel 它不是Credit物件 它是先抓下來放在Catch裡面 一個快取區 然後再把快取區裡面 用Sequel語法去查詢 再把它撈回來 然後再放到Excel 我想說你這個太麻煩了吧 為什麼你還要再經過一個暫存 然後那個暫存有點像暫存資料庫 也是他下載的東西一律都把它先轉成資料庫 然後再用Sequel語法去查詢 查詢回來之後再把它放到Excel 這簡直有點太麻煩了 所以Creditable相對簡單是在這個地方 OK 那其實也不是說毫無優點 因為他也是先把它轉成資料庫 所以如果你熟悉資料庫的人 那其實倒也沒什麼問題 可是如果你對於資料庫也不熟的話 那你又是一個障礙 我還要先跟你講資料庫的Sequel語言 要怎麼去下這個語法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會 那又是一個技術的盲點 所以乾脆我就先幫你改好 但是錄製聚齊的話有幾個缺點 就是它程式非常隆長 所以原來會長這樣子 其實我是把它通通刪掉 你說老師那你為什麼知道哪些可以刪 因為後來我查過 裡面這些都是預設值 本來預設值就是不用 反正你不用給它什麼參數的值 它就是這樣子的 那你給它也是這樣 不給它也是這樣 那我乾脆不要給它啊 因為你給它變成你就多寫了 像這個這個這個通通寫上 其實結果一樣那你幹嘛寫 所以我就把最重要的這幾行挑出來 哪幾行呢 第一個就是說建立一個連線 那這個連線的話 如果是URL的話 那就是連到網頁上面 如果是今天還有前面有還記得CSV 如果改成Text的話 那就連到CSV的文字檔 把資料抓回來 第二個的話這個參數一定也要 Dissignation 這個應該可以看懂 就是你要把抓到的資料放哪裡 那我們放Range A1 這個地方指的是什麼 我們這個工作表裡面的A1儲存格 不過其實我跟各位講 這個還有一個地方可以刪掉 錢的符號其實真的可以刪掉 因為你覺得 奇怪 老師為什麼錢符號放在這邊幹嘛 因為絕對坐標 絕對坐標其實不加也沒關係 反正你程式去執行它就是A1 那你加錢幹嘛 所以錢其實也可以拿掉 如果你覺得干擾的話 還有這個Web Formating這個參數 這顧名思義嘛 Web是網頁裡面的Formating Formating就格式化 那要不要把格式順便抓下來 OK 什麼樣格式 你會發現上面不是都有字大小啦 顏色啦等等的 理論上我們根本不是 我們要資料 我不要格式 所以你會發現後面給一個參數什麼 叫做Formating這邊有個叫None 關鍵字沒有 就是不要 我什麼都不要 那當然你也可以改啦 你說我要的話 那你就改成True就可以了 要跟不要 其他還有就是哪個網頁有沒有 然後Refresh就是把資料抓下來 這樣OK了 所以我們上禮拜就是把這個抓下來之後 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話呢就是怎麼樣 再把不要的資料刪掉 OK 所以不必要的資料的話 包含就是說 像那個什麼 裡面的那個像它的月啦 還有像它的星期幾那些資料 還有像什麼呢 像它的欄位名稱好像會不斷重複 下面這邊第二頁第三頁 總共70頁這邊都會重複 所以當然你可以想個辦法 早期我原來直覺的是這樣 我先不要處理日期的問題 我就直接把它刪掉 可是如果刪的話 要怎麼刪比較簡單 那當然我最早是先把多餘的藍刪掉 可以怎麼講 之前是用跑一個回圈 從頭跑到尾 然後看到日期刪掉 看到日期刪掉 但後來發現 那個執行效率實在太差了 因為它從頭跑到尾 總共有幾列呢 總共有六圈多列 那我只要跑 從頭跑到尾 哇 等很久 所以後來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這上個禮拜跟各位講的 排序 所以優標先放在A1 有沒有 然後還記得吧 資料裡面有一個什麼呢 Z到A跟A到Z 這個喔 我好像原來是先用Z到A 不過後來我同學 他滿細心的 後來發現說用A到Z好像更簡單 不需要做兩次 一次就搞定了 所以後來我是把程式改成就是 用A到Z OK 有沒有 所以優標放A1 然後呢 按下A到Z 優標放這邊 然後按A到Z 然後呢 再把優標放在B1 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話呢 會抓到 它的 最下面這一列 那其實我要刪掉的 其實就是這一列有沒有 就是這一列的下一列 一直到哪一列呢 Ctrl向下 A1向下追蹤的這一列 所以其實 就是 還記得吧 我們有用到一個就是排序 所以最後的話 我把這個地方 把這個上個禮拜的程式 這個我其實把它精簡 本來是用錄製的 後來把它改完之後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第一個排序 排序的話 還記得吧 排序非常好 這就一行就搞定了 就是優標放在A1 然後做什麼呢 做那個A到Z的排序 那如果我在那個VBA裡面寫的方式的話 其實就是一行 哪一行 記得喔 Range A1有沒有 有點像Range A1 排序的話就是Sort 這個我建議真的可以把它記起來 因為這個還滿常用 只要排序有沒有 然後空一格之後的話呢 它會出現幾個參數 後面大概給三個參數就夠了 第一個參數是Key啦 Key理論上通常是把Range A1再複製一個 第一個參數搞定 逗點 第二個參數呢 就是你要怎麼排序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Order1 Order1 那當然你要給 如果XL ascending 就是A到Z喔 那如果Z到A的話呢 就是XL descender 可是你說老師這個字有點長 我拼不出來怎麼辦 我教各位一個小技巧 你只要記X 你打一個X就可以了 開頭喔 你會發現它滿貼心的 這個Dow點有沒有 這邊先Dow點 然後其實Dow點就可以啦 或Back一下 Dow點一下 有沒有 它就跳出這個XL 地增是這一個 地增是Ascending 地減是Descender 所以用選就可以 這個是這一個 這一個是下面這一個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Descender Descending 然後Ascending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說 其實用A到Z好像比較簡單 所以後來我本來是Descending 把它改成Ascending 有沒有 如果沒出現 你就把Dow點拿掉 再Dow點一下 它清單就出來了 如果沒出來 你再打一個X 它就出來了 那你就用選 我要D增排序 最後還需要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很重要 就是你要不要 你有沒有上面的那個欄位名稱 這個一定要 我發現如果沒加 它會把欄位名稱跟著一起排序 那變成就沒有欄位名稱了 所以那個欄位名稱 參數名稱叫什麼 叫Header 就這一個 就這一個 那當然它的位置應該是在哪裡 在一、二、三、四、五 有沒有 第六個 第七個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把這個參數放在第三個的話 而不是放第七個 你要加它的參數名稱 所以你要自己打一個Header 冒號等於 所以這邊要打一個Header 大小寫詞好像沒差 所以我這邊要打一個Header H-E-A-R-H-D-E Header 冒號等於 這個冒號等於 這個冒號等於意思是說 我要傳什麼樣的 傳什麼詞給參數啦 所以前面是參數名稱 後面是傳什麼詞 跟他講說有 有的話是Excel Yes 有參數 這樣就OK了 順便講一下 常常同學搞不清楚說 什麼時候要加這個 什麼時候不要加 有沒有 我發現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這個東西是什麼 為什麼一定冒號等於 OK 其實就參數名稱啦 所以冒號等於前面就是參數的名稱 那什麼時候要加呢 就是當你 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前面這兩個不用加 這個要加 我剛剛有提示了 因為這一個 它裡面就放的是第一個參數的位置 所以它位置是什麼 是什麼 Key-E Key-E如果放這個 那你說老師 那我假如是要打的話可不可以 Key 不要Key 好像Key-E吧 冒號等於 OK 不對 看一下 如果不知道可以逗點一下 有沒有 這邊會出現 Key-E 這個要不要打 Key-E有沒有 冒號等於 那你說老師我要打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可是有點多詞一舉 因為明明它就按照順序 所以喔 什麼時候不需要加 就是你如果按照順序 你就不用加這個東西 但是如果你沒按照順序 因為它這個黑的在第幾個 第七個吧 所以你要讓它有點像插隊啦 你要插隊 那你就要加這個東西啦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以不要加 其實是可以的 只是說 變成你要怎麼做呢 你要一直逗點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第六個 第七個有沒有 這個時候有沒有放到黑色字了 有沒有 它現在就它了 那你就是這樣子 這樣就不用加了 OK 這樣不用加喔 但是會有個問題 好怪喔 有沒有 應該沒有人寫程式 一堆痘點痘點痘點 如果這樣就不用加了 應該可以搞得清楚吧 我發現 我看很多書沒有人講耶 沒有人告訴你這個 OK 這不是很重要 這很重要啊 OK 所以 所以啦 那為什麼一定要加 就是中間加那麼多痘點 不奇怪嗎 那你說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亂 亂應該也沒問題啦 也會Bug 沒有Bug啦 只是不好看而已啦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後面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 如果你要把它這個痘點拿掉 只要留一個的話 那你就加一個header 這樣 然後冒號等於 這樣就OK了 好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個有啦 這個其他都不用 因為他們都按順序 只有他沒按順序 再來就刪除 刪除的話是Ross 哪一列到哪一列 Dentilizer 有沒有 所以我們這樣執行的話就OK了 所以再把不要的刪除掉 然後我們就得到 然後再加什麼 加那個 那個 他的號碼有沒有 1到6號 所以這邊加個1到6號 然後再把它剖過來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是上個禮拜的東西啦 細節部分如果還是不太清楚的話 請各位把那個上個禮拜的影片 稍微看一下 所以我們把它重新按下去 讓它跑一下 OK 所以它大概 我算過 大概差不多10來秒鐘 它就會幫我把這些全部完成 因為它70頁先下來 然後再刪掉不要的東西 然後再把那個增加6個號碼 有沒有 然後再把TAP開來 並且刪掉原來的B欄 然後最後做AutoFit 就大功告成了 最後的話當然 這按鈕會跑掉 所以一樣 還記得吧 所以把它移到你想要放的位置 最後記得那個什麼 摘要資訊 它已經改了 OK 所以以後按一下 它就有資料下來 那最後的話我希望呢 做一個統計分析 到底上個禮拜做這麼多事情 其實就是為了這個 統計分析 統計分析什麼呢 號碼記得喔 Ctrl向下 1到49號 特別是不是 如果以前 樂透查到42 現在是到49號 那機率的話怎麼算 其實機率就是說 它的號碼到底在這麼多範圍裡面出現 所以出現了次數 所以第一個你可能要先算 到底這麼多號碼 多少號碼 就是從B2有沒有 到底下 所以我習慣是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這個 為什麼最後這個 這有兩期好像有點問題 這個等一下檢查看看 不過我好像發現說 它這個資料有一些Bug 什麼Bug 它好像有資料是什麼 2月29號的 剛好沒有這一天 所以它日期好像會有Bug 不過先不管好了 那假如這個範圍裡面 我希望計算說 它1號出現的次數有多少個 當然你不是用眼睛去算嘛 比如說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然後算到什麼時候 所以喔 這個時候呢 我們理論上 我們會先把這個範圍 一般習慣定義一個名稱 所以這個範圍叫做什麼 叫做大樂透好了 所以第一步 請你把這個抓下來的資料 取一個名稱 記得把B2選到最下面 然後呢 在這個上面名稱方塊 打一個名稱叫大樂透 OK Enter 記得再Enter一下 確定它這個範圍已經被叫做大樂透了 那你說老師 那我不要取名稱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只是說你要跨工作表 然後再選範圍 我覺得很麻煩 所以我的習慣通常會給一個名稱 那確認說是對的話 公式名稱管理裡面這邊 這邊怎麼一堆 這個可能有點 那這邊就會有個大樂透 範圍就是找這個範圍 OK 好 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我要算一號出現的次數的話 這個時候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利用插入函數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函數 統計類裡面的叫conif conif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真的非常好用 按確定之後的話 第一個 你要找什麼 你要計算的範圍在哪裡 記得按F3 剛剛如果我有定義名稱對不對 接下來按F3 它名稱就出現了 這樣有點像觀點式資料庫 我覺得反而比較OK 不然如果你沒有定義名稱的話 你變成你要再去選那個範圍 我覺得很難選 這樣比較簡單 可以按確定 而且名稱也直覺 第二個 這個criteria 就是條件 條件是什麼呢 你幫我算一下 在這個範圍裡面 1號 1號在這裡 就A2 1號裡面出現的次數是幾次 它就幫你從頭找到尾 告訴你總共找到有318次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次數就算出來了 那向下填滿 你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哪個號碼 歷年來出現的次數最多了 那怎麼知道 排序不就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就是資料裡面的Z到A 那號碼不就出現了 不過這個時候不是幾率 它是次數 不過次數也夠了 次數其實就很 至少知道說哪一個號碼 它出現的次數是最多的 41號 哪一個號碼最少 感受向下 17號 OK 那如果說我希望把它改成 就是說幾率的話 最後當然我一樣 我把它重新排序一下 把它按照號碼再排序 那如果我想要算幾率的話 那當然你必須除以什麼 除以它這個大樂透 歷年來開出的所有號碼 是多少次啦 所以其實多少次呢 就是這麼多次 就是這個範圍裡面 那其實如果你想要知道 這裡面有多少個號碼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用一個函數 也是統計類的 叫做Count 這個Count 這個Count是什麼呢 幫我算一下 那個範圍的儲存格裡面 數字的儲存格數目 就是有數字的部分 你按確定 那再來的話範圍直接給F3 直接給大樂透就可以了 OK有沒有 這樣就知道了 總共一千 四千六百二十五次 再來你就直接把這個 除以這個比較好 就是它的機率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公式 跟這個公式好像有點像耶 少了衣服 少了條件 所以像我的習慣是除以什麼 乾脆把這個公式複製過來 有沒有 然後不複製到後面那個參數 貼上之後把它改個衣服啦 衣服拿掉 然後尾巴再加上後瓜糊 這樣打個勾 幾率就算出來了 但還有啦 這幾率有點太長了吧 小數點 常用把它減少小數點 大概四位就差不多了 可是這樣好像還是看起來不太清楚耶 所以一般會改成百分比吧 那百分比讓它增加兩位吧 它幾率是百分之2.17喔 OK 這樣就算出來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幾率部分的話就算完 算完之後再排名 並且告訴我前七名是哪七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抓上個禮拜的資料 其實如果假設你上禮拜的程式沒有存到的話 其實也還是可以用雲端上面 因為我把所有的程式都貼上去啦 所以總共幾段 第一段是批示下載 第二段好像就是刪除不要的列 然後再來就是 增加重獎號碼 然後資料剖析 刪除B欄 最後再建一個大樂多下載 這樣就可以完成我們上個禮拜寫的程式 OK 試試看 至於程式的細節 可能就請大家 因為這裡我上禮拜講過啦 所以有些有講過了 我就不再重複講啦 那如果你覺得 老師我好像已經忘了滿多了 沒關係 你回去自己再看一下影片好了 這樣可能會比較省掉一些時間 不然的話一直講重複的東西 後面課程可能就講不完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最重要其實還是要實作啦 因為這個其實真的滿花時間 看起來程式沒幾個字啦 但是每個字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點點不對 那就可能程式就BUG 就會出狀況了 試試看齁